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新加坡恐怖片吓到笑 本片由三个故事所组成 第一个故事叫路边有鬼 老黑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 时常利用他人的迷信心理芯片 最近老黑便秘得很严重 便叫弟子回来时给他带点水果 结果两名弟子阿福和阿财玩得太开心 忘了这件事 由于天色已晚 两人只好偷了点做贡品的橙子 还将老黑的生辰八字 告诉了这里的孤魂野鬼 叫他们有事找老黑 老黑吃了两口发现这橙子淡而无味 将两人一顿臭骂 随后老黑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 叫他来领奖 老黑无奈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方式来诈骗 阿财却说 他们打一万通电话也不需要多少成本 哪怕只有几个人受骗 他们也能赚不少 这话提醒了老黑 老黑决定从明天开始给一万个人打电话 教他们买万字票 从0000买到9999 每人分一个号码 那么123等奖再加安慰奖 就有23个人绝对会中奖 然后找他们要20%的佣金 告诉他们这是发财爷赐给他们的不义自财 佣金要拿来建庙 当然这个建庙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人比较迷信 肯定不敢不交 一切正如老黑所料 中奖的人果然把佣金打了过来 当然也有不打的 一位中奖的阿姨坚称说自己没买万字票 两人便吓唬了他一下 让他知道不交会得罪神灵 阿姨只好将佣金打了过去 后来阿福和阿财还专门雇了打手 用来对付那些不交佣金 或者是没买中奖万字票的人 老黑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成立了公司 雇了上百位客服到处打电话 老黑的目标是全世界 要让全世界都来买万字票 这时一个神秘人的电话打了过来 叫老黑买6666这个号码 中奖后交18%的佣金 老黑知道竞争者出现了 立刻叫阿财去申请这个骗术的版权 老黑觉得闲着也是闲着 就买了这个号码 结果还真的中了 一等奖和二等奖都是6666 一下子赚了几十万 神秘人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叫老黑交钱 老黑便将神秘人臭卖一顿 把奖金领出来后 神秘人出现了 问老黑为什么不交钱 这钱是他背后的宋财阿婆帮他种的 三人看不到宋财阿婆 认为神秘人是在吓唬他们 于是开始嘲笑神秘人 神秘人说 你们这样是会被车撞死的 老黑一听不信这个邪了 直接跑到马路中间 车子都避开了老黑 并没有撞他 可就在这时 一辆车从桥上掉了下来 将老黑砸死 老黑临死前看到了宋财阿婆 原来当初阿福和阿财拿的橙子 就是阿婆的 阿婆没有怪罪他们 反而帮他们中奖 结果这些人中奖后不肯交佣金 这才惹怒了阿婆 第一个故事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树林有鬼 阿南和大壮是两名后备军人 他们现在正在树林里参加特训 训练任务是穿过树林 到达远方的终点 两人觉得如果按照长官的路线要求走 至少要走一星期 为了比其他战友先到达 两人决定走捷径 之前长官交代过不允许走捷径 但两人觉得只要不被发现就没关系 晚上两人在蹲坑时 发现了后方的女鬼 笑了笑后赶紧逃跑 两人在草丛里相依偎着躲了一夜 第二天两人发现了一位卖水的姑娘水妹 他们从水妹口中得知 这个树林很危险 有一只厉鬼住在这里 正在聊天时天上突然下起雨来 两人便跟着水妹去她家避雨 水妹的家很大 但奇怪的是房子和旁边的树绑在一起 水妹解释说 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刮大风 树枝撞在屋顶上发出响声 影响休息 两人进来后 没多久就开始嘲笑水妹的身材和长相 阿南说 他想看看母猪洗澡是什么样的 便从门口偷窥水妹 大壮也忍不住好奇 看了两眼 结果看到水妹穿着红衣 口冲流出鲜血 两人赶紧跑了出来 然后一跤摔在了水妹的坟前 水妹出来告诉他们 那是她双胞胎姐姐的坟墓 而她口中的鲜血 则是因为牙龈出血 两人无处可去 只好回到水妹家 行聊时水妹说 她父亲是著名魔术师 大卫科伯菲尔的师傅 两人认为她吹牛吹大了 见到两人不幸 水妹便露了一手 来了一场逃生魔术 结果水妹很轻松的逃了出来 还出现在两人背后 看到这种情况 两人心服口服 决定跟着水妹学魔术 水妹便把他们绑了起来 教他们逃生魔术 水妹砍断绳子后 两人被脖子上的绳子带着 飞了出去 顿时双双逼命 原来绑在树上的绳子 是这么用的 随后女鬼出现在了这里 水妹也是鬼 她在帮女鬼找替身 找到替身后 女鬼便放过了她 一年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两个新兵不听长官的警告 决定走捷径 然后遇到了 正在找替身的阿南和大壮 第二个故事结束 第三个故事叫 家里有鬼 农历七月 杨家三兄弟轮流给母亲上乡 求他保佑大家发财 因为最近三兄弟的公司 出了点状况 急需用钱 老三说 他认识一个外国朋友 能从朋友那里借到钱周转 由于没有其他办法 三人只好决定试试看 家人在就餐时 发现多了一张凳子 于是把凳子搬到墙角 过了一会儿 凳子又出现了 三人知道可能是母亲回来了 便赶紧给母亲上乡 深夜母亲托梦给老三 说自己的红色内衣不见了 上面有米老鼠的图案 第二天老三来到商账用品店 叫老板做个内衣烧给母亲 老板怕侵犯米老鼠的版权 老三便叫他做个山寨的 随后母亲又托梦给老大 问他吃饱了没 然后又说大媳妇很坏 三兄弟聚餐时 老大和老三把最近的遭遇讲了出来 老二听后幸灾乐祸 说自己孝顺母亲不找他 结果在睡觉时 母亲突然出现 这下三兄弟都见到了母亲 一次三人遇到了熟人 熟人说他母亲在天之灵保佑他 让他连续中了好几次大奖 还说他母亲是早上过世的 会保佑子孙 如果是晚上过世 那么会带走子孙的财运 其他时间随机 三人仔细一想 母亲是晚上过世的 那么我们拜他 他也保佑不了我们啊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不如干脆将母亲的灵位放在庙里吧 老大本来不同意 但是两人一直坚持 没办法 老大只好把母亲的灵位带到了庙里 结果老大上车时 突然看到母亲的灵位回到了车里 于是打电话给两兄弟 两兄弟觉得 母亲可能是想让三人一起送他吧 这次母亲果然没有再出现在车里 而是出现在车顶 老大发现车速越来越快 于是提醒老三减速 老三便把速度慢了下来 随后母亲突然出现在马路上 老三为了必让母亲把车开到了海里 三人爬出来后很纳闷 为什么别人的母亲保佑儿子发大财 而他们的母亲却要害他们 此时前方的山体突然出现坍塌 如果他们刚才开过去 绝对会死 是母亲救的他们 之前车子无故加速 也是母亲为了让三人赶在坍塌前离开危险区域 但老三把速度降了下来 母亲便只好吓唬他们停车 事后三人又一次遇到了熟人 熟人虽然中了不少大奖 但却突然查出了癌症 并且还是晚期 此时他才明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健康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虽然叫吓到笑 但其实并不好笑 只有第二个故事里 有放屁骗对方文这之类的笑话 另外恐怖程度也还行 只有极少数几个地方能吓到人 不过剧情本身还是不错的 值得一看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我挺想知道 你说你一开始做恐怖视频 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练胆子 那么问题来了 到现在你胆子大到 敢一个人看那些贼恐怖的电影了吗 我做视频是为了锻炼自己与人交流的能力 而不是怕鬼 恐怖片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看的 早已习惯 并不会因为出现恐怖镜头而害怕 就说到这里 我8号要去退网 那么最多还能出一期视频 所以这次还是要说 我是奥雷 我们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